哪些不良的飲食習慣 容易引起中風 要如何改善 請說 我先講不要吃了好了 你看 好 其實我是生活化 整理出這幾點 給大家一個建議 是 因為剛剛提到 包括吃太鹹太油這些 那到底什麼習慣呢 我發現啊 我的病人裡面 有三高病人 只要問那個飲食習慣 家裡面一定會有個零食櫃 是 我家的零食櫃有200公分高 裡面塞滿滿的 對 就是家裡一定會有個預備的 好像感覺是要那個 逃難用的這種 就是裡面塞了很多 餅乾糖果零食 甚至很豐富的 團購的這些東西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有些現在其實 因為我們台灣家 太多飲料店了你知道嗎 就是尤其是中南部啊 我們發現他們的這個 高血壓跟三酸甘油脂的 比例增加 可能是因為他們喜歡喝飲料 手搖杯 加一些果糖 那果糖裡面其實很容易 早智三酸甘油脂過高 可是現在流行的蜂蜜 跟加了一些什麼 甘蔗汁啊這些 事實上它也是糖 它也是糖喔 所以那個一加起來 其實都半碗飯以上的含糖量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喝飲料的話 其實無糖的真的會對你來講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另外紅肉其實我們在講紅肉的部分啊 就是一般不是加工品的紅肉 像我們一般吃牛排吃豬排吃羊肉乳的羊肉這一種的 那事實上它的飽和脂肪酸很高 都會像剛剛其實陳醫師提到會塞住血管 過量的話那到底多少 就是每天大概不要超過70克 70克的話大概以女生的手掌大 就是這樣子的量而已 那如果換成牛排的盎司 大概就是不要超過3盎司的量 3盎司 對 你去餐廳牛排館說 小姐 請給我一塊2盎司的牛排 人家基本上都是5盎司 7盎司跟12盎司 那就說要超過3盎司耶 那你們全家吃一塊就是啊 就抠兩年 這個邏輯啊 好 然後另外呢就是要 就是選錯食物的素食者 我這邊特別提到 最近這集你們會發現吃菜的人 因為差點來量那個血壓也高 然後另外他們抽血數據裡面 膽固醇也高 很怪 很冤枉耶 阿公阿嬤都吃菜都還會高 那我們發現很多吃菜的人 在他的餐點裡面 正餐 三正餐裡面 他沒有吃足夠的量 就肚子餓的情況之下 導致他點心都喜歡吃一些 膏啊 拼有沒有 像很多那種吃素人 不是喜歡吃一點什麼餅啊 然後吃點糕點類 其實你仔細去看 素食者他的點心裡面 他翻過來看那個成分 很多都是棕櫚油跟椰子油做的糕點 那棕櫚油跟椰子油比豬油 更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什麼 對 所以基本上 椰子油 跟棕櫚油 那最近的防彈咖啡 大家不是大瓢大瓢的家 所以有一種這個 所謂的因為中風而引起的失智 叫做血管性失智 就是塞住 所以基本上真的不要吃太多 我剛剛提到這兩種油 但是大家不要那個轉台 因為我們還是有那個解藥 就是你當一菜如果真的紅肉太多的話 你要適度的去選擇好的蔬菜 所以我們一直講說像黑木耳類的東西啦 或者是海帶海藻類的啦 或是會黏黏稠稠的這些 事實上可以幫助你的油脂把它帶走 然後平常的話不只是吃燕麥 其實可以吃一點藝人 因為我們台灣其實藝人很好吃 所以也可以幫助你排出這個脂肪的部分 另外大家都知道吃堅果 但是我今天特別推薦一個堅果 叫杏仁 其實所有堅果都很好 但是在杏仁裡面呢 之前我們在那個營養學期開裡面 倒是有推薦 杏仁它的維生素E也非常的高 對抗氧化對血管的放鬆也有幫助 然後到底要吃到多少 我們建議就是說 如果以杏仁來講的話 我們一天大概是一湯匙左右的量就可以 大概七到八顆 所以這樣其實就具有保護心血管疾病的 這個好處存在 這個杏仁是肝果的那種杏仁 肝果的杏仁 對 那我們煮湯的那種南北杏 那個是杏仁嗎 那個也是 那個也是杏仁 可是盡量是吃南杏 因為北杏太多還是有一點點 微微的這個毒杏 然後另外就是 在所有的在預防中風啊 一定有一個營養素一定會被提到就是葉酸 那這個葉酸到底是有什麼食材呢 我今天給大家的資料是 我們台灣水果的排行榜 我們台灣的那個學者 有把我們台灣的水果 把它拿來做實驗 而不是去看國外的 所以很準 我們台灣的水果裡面啊 前幾名包括木瓜 聖女番茄 然後第三名是柳丁 第四名是巴勒鳳梨 這幾個水果是屬於葉酸含量很高的 所以如果像有一些重風病人 他在預後啊 他問我們說我們多吃蔬果 那水果要選擇什麼 通常這五個是首選 因為葉酸含量高 其實可以幫助預防再一次的重風 然後另外呢 在茶飲的部分啊 我們知道喝茶很好嘛 以前一直在講綠茶 綠茶裡面有兒茶素 然後另外紅茶裡面也很好 但是推薦一個就是說 你們會不會喝到山楂茶 因為這樣比較少 比較少對不對 那山楂茶其實在那個實鎮醫學裡面發現啊 如果有針對山酸甘油脂過高的 那我們每天一壺山楂茶的話 然後當然你還要解掉一些壞習慣 它是有幫助降你的山酸甘油脂的 對 所以其實這邊都可以給大家做一個選擇 做一個解藥